这是迄今为止看起来最复杂的一个程序 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分析一下 发现它只是程序比较长 但是却有清晰的结构 而且并不复杂 我们先来看一看 Clybo C6运行该程序的效果 首先在刚刚启动时 有一瓶欢迎界面 背景为深蓝色 绘制有五个同心圆和四根辐射线 还有固定的12颗白色的星星 出现在液晶屏的上半部分 以及30颗位置大小随机产生的红色星星 显示在液晶屏的下半部分 最后就是文字 Constellations和Personality 也就是星座和性格 为了增强效果 还在第一瓶里 还在第一瓶里调用melody下横线1函数 播放了一个片头音乐 这一瓶的画面都在SETA函数的一开始 Clybo C6的眼睛 一会将能感应手势作为方向键 所以先对光线进行校准 于是在第二瓶中调用了校准函数 LDR Calibration 每隔100毫秒采样光线一次 共采集10次后平均得到环境的光线值 校准期间 在液晶屏上还随机显示了 50个绿色的星星和Calibration字样 并伴有扬声器的提示音 校准完成后 有一个短暂的提示界面 显示了随机分布的黄色星星50颗 和DOWN字样 这一瓶只停留两秒 就进入第四瓶 第四瓶是一个星座选择菜单 调用了Manual函数 其中间显示了Calibration 和C6字样 中间是12个星座的英文单词 这些单词都通过指针数组 Constellations获得 上方的左右两个箭头 提示左右两个眼睛 可操作进行左右移动黄色的选择框 来选择某个星座 下方的打叉 对应一侧的按钮开关 是取消操作 重新启动 另一边的打勾 同侧的按钮开关 是确认操作 进入某个星座的性格说明页 当第四瓶的液晶屏信息显示完全后 Arduino就进入了Loop函数 其中可以重复检测按钮开关 和眼睛上的光明电速 如果某个眼睛被挡住 则实测的光线值 比校准值要大 当大于设定的预值 LDR Threshold时 认为是人为操作 并进行左移或右移黄色选择框的操作 其中的变量Cone Select 随时根据选择框 所选择的星座更新状态 当星座选定后 按下左按钮开关 也就是打勾同侧的开关 则调用Personality函数 由变量Cone Select为索引 到指针数组Personalities中 找到相应星座的性格描述并显示 在性格显示页面中 只能按下按钮开关 回到星座选择菜单或重启 哦 遥熟 dish 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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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